嗨 我是凌薇 由我本人親自幫你打造專屬的網站部落格的機會來了 其實一直以來 常常有我的學生或者是一些從事網路行銷或網路創業的朋友 他們都問我有沒有幫別人架設網站 或者是幫別人架設他的部落格 甚至是他網路創業的一些購物網站 其實我自己本身架設過的網站至少超過30到40個 所以我覺得架設網站其實是一件非常非常耗時間的工作 因此我自己本身要管理這麼多的網站 然後加上我的團隊我的公司這邊也要管理很多不同的一些網站 所以我一直沒有推出幫別人幫學生架設網站的這個服務 而今天我要在這邊正式推出架設電子商網站以及部落格的這個服務 那我今天要跟你介紹的這個頁面就是我的電子商網站部落格架設的銷售頁面 那當你來到這個頁面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一些關於我這個電子商網站部落格架設服務的一些圖片和文案 那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自己專屬網址的網站或者是部落格 甚至是你因為沒有網站而造成網路事業停滯不前 或者是你目前還是使用免費的部落格或者是網站來做網路行銷或網路創業嗎 其實常常有我的學生都是使用免費的一些網站或部落格在做他們的網路行銷事業 但其實你知道嗎如果你沒有一個專屬網址的網站或者是部落格來從事你的網路事業的話 等於你的事業隨時掌控在別人的手中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 那你如果有印象的話 之前無名小站 Yahoo奇摩的無名小站關閉之後 你會發現以前在無名小站寫部落格的一些很知名的部落客 他們全部都非常非常的慌張 因為他可能在部落格裡面寫了幾百篇甚至是上千篇的文章 一系之間他都不見了 他在網站裡面SEO的 搜尋引擎SEO的一些排名 瞬間也就消失了 因為他以前都是使用無名小站的免費部落格來寫文章 來創作他的一些可愛的圖案之類的 所以當無名小站關閉之後 那他的這個網站基本上就等於不見了 他在網路上面累積所有的資源也就等於消失一空了 所以這就是使用免費部落格 從事網路事業最大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的事業掌控在別人的手裡 如果有一天你的帳號被停權或者是這個部落格網站的服務不提供了 那你的事業在一期之間就毀於一旦了 OK? 所以這也就是今天為什麼要跟你介紹幫你架設一個專屬網站部落格 然後邁向成功網路創業的必經之路 OK?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專屬的網站或者是部落格來幫你進行你的網路事業 這樣子你的事業才能百分之百掌控在你自己的手中 OK?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要推出幫你打造專屬網站和部落格 OK? 那你知道嗎?你在外面如果請公司或者是專人幫你架設網站 你知道需要多少錢嗎? 下面這些圖片就是我在目前市面上 有一些幫忙架設網站的公司或者是個人 甚至是一些工作室 他們幫你架設網站或部落格的一個費用 基本上你看上面的一個費用 有些要30萬有些要十幾萬 OK? 然後你往下拉大部分都要8萬 這邊是8萬、7萬、6萬、5萬 OK? 最便宜最便宜你會發現至少也要3萬塊 像這些3到10萬的網站啊 他架出來的整個介面跟後台 基本上就跟我幫你專屬打造的一個網路行銷的部落格 或者是網路行銷的網站 非常非常的類似 OK? 所以你會發現你如果在市面上要請別人幫你架網站的話 你至少需要花3萬到30萬元不等的一個價格 那這個價格就是新台幣 OK? 那如果換算成美金的話 就是你至少要花1千塊到1萬塊美金 OK? 才能打造一個專屬的網站或者是部落格 那我要幫你親自打造的網站 基本上是使用Wordpress的網站架設的系統 那這個網站或部落格的架設服務 包含了哪些項目和功能呢? 至少包含了25個 就是以下這25個項目和功能 例如你可以看到像前台網站的配置、設計 還有後台的功能的安裝設置以及一些基本網站的功能 或者是一些像SEO優化 甚至是網站資料庫的備份 還有像是系統保安、網站地圖、阻擋垃圾留言 甚至是網站裡面的表單功能 還有像是上傳播放器、影片廣播之類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甚至是還有像是Email發表文章、社群按讚分享 以及跟別的一些系統像Gate Response或是其他的Auto Responder 你可能都需要用到API系統的串接功能 OK 那我幫你專屬打造的這個網站至少包含這25項功能 那這25項功能呢 基本上已經全部包含在這個網站架設的服務裡面 而且一般的官方網站或是部落格 當你有這25個功能其實已經非常非常夠用了 OK 那網站的圖片和文案需要由你自己提供給我們 然後我再親自幫你設計在網站上面 放置在網站上面 OK 那當然這個網站架設不包含主機、虛擬主機跟網址的購買費用 這個你要額外去購買 但是我們會教你該如何去國外購買超低價的主機和網址 而且一年只需要2500塊新台幣左右 大約是83塊美金 OK 所以平均來看的話 你一個月其實只要花200塊左右的新台幣 你就可以架設一個專屬的網站 這個費用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200塊其實你每個月的電話費 可能都超過這個好幾倍 OK 那我們這個網站部落格架設的服務 你可以選擇三種不同類型的主題 網站 第一種是部落格網站類型的主題 第二種是官方網站類型的主題 第三種是展示網站類型的主題 OK 然後這三種不同的主題 基本上我們架設出來的網站 都可以顯示在電腦或者是你的手機 甚至是平板等不同的裝置中 那下面我列出了 這三種不同類型主題的網站的示範 你可以看到第一種是部落格主題的一個網站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OK 像這一種第一種就是部落格主題的一個網站 你會看到網站裡面 上面 像部落格一樣上面有一個大大的Banner 然後下面這邊有選單 然後接下來右邊就是你的側欄 OK 然後左邊就是你分享部落格的文章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一個 打造一個專屬的部落格的網站主題 OK 這個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呢 就是官方網站類型的主題 OK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官方網站類型的主題 長什麼樣子 它上面會有一張Banner 然後左邊可能會有你的公司Logo 或你個人的一些品牌Logo 然後下面會有分頁的一個頁面 然後在接下來下面可能會有你一些公司的資料 或者是一些產品的資料 然後旁邊甚至會有一個Video 一個影片 OK 然後上面一樣這邊會有選單的分頁的資料 那像這個網站呢 它也可以顯示在 我們剛剛說可以顯示在各種不同的裝置 例如這個是電腦 然後可能還有平板 OK 那平板不同大小的平板 甚至是比較小的 還有像是手機 OK 手機都可以顯示 到時候我們幫你架設出來這個網站 無論你用手機看或者是用平板看 你都可以顯示出一個很漂亮的介面 OK 因為現在其實也非常非常多人 可能都是使用手機或者是平板上網 所以你的網站一定要有 可以跟平板或者是手機結合 然後在平板跟手機上正常顯示 你的頁面的一個部落格或者是網站 這樣子才可以讓你的行銷事業 或者是網路創業更順利 OK 這個是第二種就是官方網站類型的主題 那第三種呢就是展示網站類型的主題 什麼叫展示 就是你的首頁可能就會有一張很大很大的圖片 然後這個圖片可以輪播式的 OK 然後這樣子你就可以在這邊放上 你公司的一個產品介紹 OK 像有些珠寶廠商 他們就很喜歡這種大大的一個展示型的網頁 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範例 OK 整頁的圖片 基本上它都會是一個很大張的圖片 然後它會自動跳動 然後左邊會是你的選單 所以右邊這個大張的圖片 整頁式的圖片 你就可以放置你的產品 或者是你公司的一些介紹 OK 你都可以在這邊去做顯示 像這樣子的主題啊 就很適合你做一個美食的網站 或者是你是賣食物 甚至是賣一些比較高單價的產品 你希望你的網頁裡面最主要就是要賣產品 所以你的網頁大部分頁面都是顯示產品的圖片 OK 甚至是你可能是一個某某領域相關的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裡面呢 你希望中間這個大張的全景的圖片 就可以呈現你公司或你的某某協會 甚至是某某團體的一個大張的圖片 OK 這個就是一個展示型的網站 然後左邊就會有你的分頁 OK 然後你像你分頁的一些選單 你還可以把它縮小都可以 OK 這個就是第三種類型展示網站類型的主題 所以如果你購買了我們這個網站架設部落格架設服務 你就可以任選這三種主題其中一種 然後由我們親自來幫你架設 所以之後架設出來 你就會看到你的網站跟我們呈現的這個範例 長得非常非常的像 OK 所以到時候會由我本人親自幫你 快速打造出個人專屬的網路創業的網站 然後開啟你的網路試驗 那大約需要多久時間呢 基本上最快的話一個禮拜 甚至是五天內就可以完成 那如果你的網站需要比較多的資料 或者是一些比較多的東西的話 可能會花比較久的時間 但是基本上也不會超過兩個禮拜 OK 那接下來下面就是關於我 就是這課程這個網站服務的創辦人的介紹 OK 如果你想知道關於我更詳細的一些介紹 你也可以點下面這個按鈕 然後上面這張圖 基本上我就放上了我的一些基本的簡介 以及像上一些電視節目 3D財經啊 或者是以前在Google 就是台北101 73樓跟77樓 做Google Plus的簡報的時候的一些照片 然後還有像是在一些政府 文化局 講行銷課程的一些照片 然後還有像是 像其他的一些 財經節目的一些照片 OK 那關於我更詳細的一些介紹 你就可以點這個按鈕 點下去 你就可以來到網路行銷策略站 然後裡面就有關於我更詳細的一些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介紹內容 OK 然後下面我也放上了我上電視節目 錄影的一些片段 然後在電視節目當中 分享一些行銷策略 一些網路行銷 還有網路創業的一些相關的觀念 以及知識 OK 那如果你想要購買我們這個課程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點立即購買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線上的信用卡 或者是PayPal付款 那我們其實也有提供其他的付款方式 OK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 關於我的一些網路行銷課程的 學員截圖的一些見證分享 OK 然後如果你想加我的Facebook 你也可以直接點這個按鈕 它會直接跳到我Facebook的頁面 你可以直接加我好友 但是你加完之後 記得發訊息告訴我一下你是誰 然後這個網站架設的專屬服務 我們不僅僅幫你架網站 我還要提供超值贈品給你 那這個超值贈品呢 就是贈品 第一是網站部落格維護的服務 這個價值其實是每個月一千塊 如果你在外面 你請別的公司或個人 甚至是工作室幫你架設網站的話 他們基本上每個月都要跟你收維護費 甚至有些是一年收一次 就是一年就收一次 然後一次就是一整年的費用 大部分的網站維護的費用 他們一個月是一千塊 所以一年你要繳一萬二給他 但是如果有我親自幫你打造這個網站部落格的話 基本上我可以免費幫你做一些簡單的維護 如果你網站遇到任何的問題或狀況 你隨時都可以跟我聯繫 然後所以你就省了每個月一千塊的費用 那一年的話你就省了一萬二 那贈品二呢就是網站部落格諮詢的服務 未來你的網站或部落格 如果遇到任何的問題 你都可以隨時來信 或者是來電諮詢 OK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登入你的後台 然後幫你解決你網站遇到的問題 然後第三個贈品呢就是我還要送你 網站價值的大圖庫 那這個價值是一千元 那這個圖庫呢基本上有一千張以上的 Wordpress的課程加戰大圖庫 然後容量高達1.2GB OK 所以你下載可能需要花蠻多時間的 那未來網站價完之後 你都可以再使用這些圖片去更新 OK 而且圖片全部都有版權 你不用怕侵權被搞 那第四個贈品呢就是 我們還要送你網站銷售業的付費布景主題 OK 到時候你架完這網站之後 你可能除了有官方網站 有部落格之後 你可能還需要做一些產品的發售 所以你可能需要產品的銷售業 這個我們都有考慮到 所以我們要送你20種 Wordpress的銷售業付費布景主題 那這個價值是兩千塊 這個其實是我自己花錢買的 OK 但是我要在這邊直接送你這個產品 那你可以直接使用這些銷售業的布景主題 然後架設出一個產品的銷售業的網站 就像你現在看到這個頁面一樣 然後就可以利用這個銷售業去銷售產品 然後在網路上賺取收入 OK 然後贈品5 我還要送你 Wordpress電子商務網站架設的10座課程 OK 這個價值是四千塊 這個是我的 Wordpress電子商務網站架設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呢 基本上我已經賣了蠻久一陣子 而且有超過數十位的學員 我的學生都有跟我買這個課程 所以這個課程我的售價就是四千塊 你可以去我的網站裡面看一下 我的這個課程相關的售價 OK 我點開來給你看一下 在這邊我的網路行銷策列站的右邊側欄 OK 就是Wordpress電子商務網站架設的10座課程 你可以點進來看一下我的這個10座課程 OK 這個就是產品10座課程的銷售頁 然後你點看看這個立即購買 這個課程基本上我們就是賣4千塊 132塊錢美金 但是如果你讓我們幫你打造專屬的網站或部落格的話 這一個產品 這一個課程 7小時的電子商務網站架設的10座課程 我們要直接送給你 OK 因為我們幫你架完網站之後 未來你可能還需要自己做一些網站的更新 甚至是你要寫文章然後你要上傳圖片 這個課程都可以教會你 完整教會你 該如何操作這個網站的後台以及前台 還有該如何去寫文章去上傳一些外掛 然後去更新一些裡面的功能 OK 所以當你讓我們幫你架設專屬網站之後 我們要直接免費送你這個4千塊的 或不會是電子商務網站架設的課程 OK 像你如果要直接購買這個課程 你點立即購買 你會跳到PayPal的付款的頁面 你就會發現這個課程是4千塊新台幣 但是由我專屬幫你打造一個屬於你的網站或部落格的話 這個4千塊的課程我們會免費的送給你 讓你可以學習 這個是第五個證明 額外的證明還有兩項 什麼叫額外的證明 就是當你購買完這個課程之後 你除了可以使用前面的五項證明之外 當你到時候要註冊裡面的虛擬主機 你要購買裡面國外的虛擬體積 你如果透過我的推廣連結去買的話 我會賺到一部分的佣金 但是你的購買費用完全一樣 而且當你購買完 我還要額外再贈送你兩樣超值的贈品 第一樣贈品就是我的網路行銷精英的部分付費課程 這個價值是3千塊 因為我的網路行銷事業推廣的精英課程 其實售價是1萬塊 OK 我要開放部分的課程免費讓你學習 這個是額外的贈品 額外的贈品期 就是我還要在額外 多加送你2千張的網路行銷價占超大圖 那這個2千張的網路行銷價占超大圖庫 絕對可以滿足你在網路行銷 以及網路創業上面使用的圖片的需求 所以讓你在從事網路創業 或者是網路行銷當中不用怕 你的圖片不夠用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像這些圖片也是我在做網路行銷 或者是在做產品銷售頁 甚至是產品頁面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的一些圖庫 那這個圖庫 我要免費再贈送給你 這個2千張的圖庫 基本上價值也是2千塊 所以你會發現我要額外贈送你7樣的超值贈品 你如果有常常訂閱我的電子報 或者是曾經有看過我其他課程的一些產品銷售頁 或者是一些其他購買過其他課程的話 你會發現我從來沒有送過這麼多的贈品 OK 你看贈品我們送了7樣 我大部分的課程頂多只送2樣3樣 甚至到4樣已經是極限了 所以你會發現你把這7樣贈品的價值加起來是多少錢 路庫是2千塊 2千然後加3千5千 再加我們的課程4千就是9千 9千再加2千就是1萬1千 1萬1再加1千就是1萬2 然後1萬3 1萬4 而且這個是你只有一個月就賺就是1千塊 所以基本上你一開始購買之後 你就可以賺到1萬4千塊的贈品 OK 而且你這個每個月付的錢你都可以再省下來 所以會1萬5 1萬6 1萬7 你多使用一個月就會多賺這一個月的1千塊 OK 那其實我要之所以要送你這麼多贈品 就是我不僅僅要幫你打造屬於你網路行銷 網路創業的專屬網站 我還要讓你學習到更多關於網站架設 或者是網站裡面的一些課程內容 然後讓你可以自己擁有製作網站 以及架設網站還有更新網站的能力 甚至是我還要教你網路行銷的一些課程內容 然後讓你對於網路行銷網路推廣更了解 然後可以更順利的在網路上去從事你的網路事業 去開展你的網路事業 而且我還要解決你架網站最重要的就是圖庫的問題 所以我總共要送你兩個超大的圖庫 然後讓你在網路行銷當中 你不要怕找不到圖庫 不要怕找不到自己喜歡的圖庫 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這些圖庫 然後讓你從事網路行銷網路事業更順利 OK 那我想你一定非常好奇 幫你打造這個專屬的網站部落格的費用 到底是多少呢 OK 我們來公布這個答案 費用就是15000塊新台幣 OK 大約是500塊的美金 那購買後啊 你就會成為我們的網站架設VIP的會員 到時候你會直接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進入我們VIP架站會員網站當中 註冊專屬的你個人的一個帳號 然後按照流程 進入網站之後按照流程去填寫註冊完資料 我們就會立即開始幫你架設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們預估大約 只要你的資料全部提供 我們可以在一週內 就是7天內幫你完成 甚至是快的話 可能5天內就可以幫你完成 OK 你平常如果是找外面的一些公司 或者是個人幫你架設網站 至少他們需要花到一個月 甚至是兩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希望你可以快速的開啟你的網路事業 所以我們要用最快速的時間 7天內就幫你打造好屬於你專屬的網站 然後或者是部落格 然後讓你可以盡快開啟你的網路事業 在網路上面去賺錢 在網路上面去常常分享一些文章 去收集客戶名單 去引導流量 OK 那如果你想要購買我們這個專屬的網站 部落格架設的服務的話 你有4種付款方式 就是銀行你可以零貴付款 或者是你也可以ATM的轉帳匯款 然後線上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線上信用卡刷卡付款 或者是PayPal線上付款 OK 那你如果使用PayPal線上付款完成之後 不要關閉付款頁面 它會自動跳轉到你的VIP 會員網站註冊的專屬頁面 OK 那如果你是使用信用卡線上付款 你付款完畢之後 記得寄email給我 然後讓我幫你開通帳號 OK 如果你是住在大陸地區的學員 那你沒有辦法付款的話 你也可以寄信給我 我會幫你處理 那我們這個課程 提供100%滿意的保證 OK 但是你當你購買之後 進入駕站VIP的會員專區 你就沒有辦法退款了 OK 因為我不希望購買之後 就是又開始退款 其實這樣子非常非常的麻煩 所以你可以考慮清楚之後 再決定是否要由我 來幫你打造專屬的網站 那如果你要使用ATM付款的話 我的帳號 郵局帳號的資料就在下面 你就可以直接 把這個帳號資料抄起來 然後去零貴的匯款 或者是去ATM付款 那你付款完成之後呢 你也可以直接寄信給我 我會幫你開通你的帳號 或者是關於這個網站架設的服務 你有任何的相關問題 你都可以再E-mail給我 我會盡快回覆你 OK 那這個整個銷售頁 你可以看到我們不僅僅要幫你打造專屬的網站 部落格我們還要送你七大超值的贈品 然後讓你可以在網路行銷網路創業上面 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可以更快速的更順利的開啟你的網路事業 那我們這個服務啊 基本上人數限制有限 OK 而且一萬五千塊的價占費用 基本上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你如果請別人幫你嫁的話 大部分至少要兩倍以上的費用 也就是三萬塊以上 OK 所以如果你來到這個銷售頁發現 這銷售頁的售價是低於一萬五千塊 那可能就是我們這一個 電子商務網站部落格架設的服務 正在做特價 那我做特價的話 我頂多可能會維持幾天的時間 或者是會限額 例如像是可能限三位或者是限五位 OK 然後會有一個專屬的折扣價 可能是八折或者可能是六折之類的價格 那如果你看到有專屬的折扣價格的話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不然通常名額滿了之後 像假如我開放五位的話 五位名額滿了之後 我就會把售價調回一萬五千塊 OK 然後之後如果下一次再特價 可能就是要好幾個月後 甚至是一年後都有可能 OK 而且基本上因為我平常也非常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不太可能有太多的時間 去幫很多很多人架網站 所以我頂多只能服務五個 或者是幾個幾位 通常都在各位數以內 OK 那如果你有看到這個專屬的折扣價格的話 你就可以好好把握這一次機會 不然可能就要等明年才會有這個折扣的價格 那平常你要購買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一萬五千塊 OK 那當你購買了這個電子商網站 部落格架設的課程之後呢 你就會註冊我們給你的一個專屬的帳號註冊的連結 OK 你註冊完成之後 你就會來到我們的會員網站 我開會員網站給你看一下 OK 你就會來到我們這個電子商網站 部落格架設的專屬的VIP會員網站 那這個會員網站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右邊這邊 噴入你的帳號跟密碼 你註冊的帳號密碼 然後你就可以進入首頁 然後之後你就按照我們的價占步驟 有三個步驟 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立即幫你架設網站 然後預估在一個禮拜內 就幫你網站上線 然後讓你可以在網路上面 去做你的網路行銷 或者是銷售你的想要賣的一些東西 甚至是在網站裡面開始分享 你這個領域的一些內容心得 去引導流量收集客戶名單 OK 當然我們七項的超值贈品 基本上也在這邊 你就可以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超值得贈品下載專取 OK 那我相信我們幫你打造的這個 電子商務網站 部落格 未來可以讓你在網路上面 創造很大的績效 因為像我自己 網路行銷事業做這麼多年 也是透過 一開始也是透過 架設網站之後 然後用網站在網路上面分享 網路行銷的資訊 網路行銷策略的一些相關的內容 甚至是影片 然後才達到目前這樣子的一些成果 OK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可以利用一個部落格 或者是官方網站 在網路上常常分享你那個領域 那個事業相關的一些有用 有價值的資訊 你未來在你的這個事業領域一定會有非常好的發展 甚至是會佔有一席之地 OK 那你如果想由我親自為你打造這個專屬的電子商務網站 OK 或者是部落格的話 那你的動作可能就要快了 不然如果你看到這個頁面 點進去發現是關閉的 那可能就是名額已經滿了 因為我不太可能有太多時間 幫超過十位以上的朋友打造網站 OK 所以我通常只會幫各位宿的朋友打造網站 那希望你可以好好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OK 我是林偉 那我們就在幫你打造的網站當中 再見囉 掰掰